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高血糖顾名思义就是指我们体内的糖分过高了, 是大家通常所说的三高其中的一高。 另外的两高分别是高血压、高血脂。 有专家表示,我们必须重视高血糖,积极地做好预防。 毕竟这种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伤害。 日常生活中,饮食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降低血糖。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让食物变得不那么好消化。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们含有天然的酱糖植物化合物。 我们今天就用一种蔬菜给大家分享一道酱糖的美食, 做法和食材都特别地简单。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把干木耳。 木耳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特别好的,是补益食材。 木耳中含有较多的纤维素, 适当地补充维生素能够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 或者是餐后血糖的有益。 二型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负胀、便秘, 以及胃肠功能紊乱的情况。 木耳中的膳食纤维能有效地帮助糖尿病患者改善肠胃的病状。 木耳中具有一定的抗癌、防癌的效果。 糖尿病患者癌症发生风险是普通人的四倍以上的。 所以经常吃一些黑木耳, 对糖尿病患者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把干木耳放入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放一勺面粉,再来一点糖,抓拌抓拌。 把木耳浸泡十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根黄瓜。 黄瓜所含的黄瓜酸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排出毒素。 维生素C的含量比西瓜高出六倍, 能美白肌肤,保持肌肤的弹性, 抑制黑色素的沉着。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 黄瓜富含蛋白质、糖类、维生素B2、维生素C、维生素E、 胡萝卜素、尼克酸、钙、磷、铁等营养成分。 同时,黄瓜还含有饼醇二酸、葫芦素、 柔软的细纤维等成分, 是难得的排毒养颜食品。 黄瓜口感特别的清脆爽口。 黄瓜的营养优势主要由于黄瓜皮, 胃肝性贫,能够很好地清热解毒,生津止咳, 特别是能够排毒,清肠养颜。 所以吃黄瓜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皮一起吃, 不要去掉外皮了。 黄瓜含有较多的苦味素, 是黄瓜的精华所在, 有抗癌的作用。 黄瓜水分比较多, 含有一定的维生素, 是一种既可以美容, 又可以护肤的好蔬菜, 被称为厨房里的美容剂。 经常使用黄瓜, 能够很好地对皮肤抗氧化, 减少皱纹的产生。 黄瓜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根苦瓜。 苦瓜具有特殊的苦味, 受到很多人们的喜爱。 苦瓜不仅口味独特, 具有特别丰富的营养物质。 苦瓜虽然很苦, 却总不会把苦味传递给其他的食物。 正因为如此, 苦瓜被世人称为君子菜, 能够降低血糖, 促进食欲, 美容等功效。 苦瓜中含有的类似药物质多态, 食用后可以使血糖明显地降低。 苦瓜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 有很好的明显降糖作用。 因为苦瓜可以促进 对于部分受损的胰岛素细胞的恢复, 具有一定的功效的, 并且能够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壁地吸收。 苦瓜含有较为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 维生素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还有对于餐后血糖的控制都特别好。 所以糖尿病患者要多吃一些苦瓜, 有利于糖尿病人血糖的调节和体重的调节, 并且能够增加膳食纤维, 更留意于改善体重, 改善便秘。 对餐后血糖的控制更为有益的。 苦瓜的含糖量比较低, 属于生糖指数偏低的食物, 可以更好地控制体重, 而且能够改善血糖和血脂, 还能够改善代谢综合症, 改善肥胖。 苦瓜切好后放入盆中备用。 我们先来准备大蒜一个。 大蒜能够排毒清肠, 功效特别地好。 排毒清肠的同时, 还能预防胃肠疾病。 大蒜可以有效地抑制和杀死, 引起肠胃疾病的 优门螺旋杆菌等细菌病毒, 清除肠胃有毒物质, 刺激胃肠粘膜, 促进食欲, 加速消化。 特别是对于高血糖患者, 多使用一点大蒜, 能够很好的降血糖。 大蒜吃起来口感比较辛辣一些, 我们一次不要放太多了, 适量就可以。 日常生活中, 如果患有非细菌性的肠胃炎, 腹痛时吃一点大蒜。 大蒜不光可以排毒清热, 还是烹饪中的美味酱油的调味品, 几乎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 毫不夸张地说, 一些人特别地喜欢吃大蒜。 有研究表示了, 经常吃大蒜的人, 患癌的几率特别地低, 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药用价值, 很有使用价值, 不仅能够解腻, 还有很好的排毒作用。 大蒜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几分钟过去了, 木耳泡好了。 白糖能够促进木耳的泡发, 温水可以更好地泡发木耳。 泡木耳的时候, 一定不要时间太长了。 泡的时间比较长, 容易滋生细菌的。 木耳褶皱里面, 有很多灰尘不好洗的。 这个时候加入面粉洗木耳, 可以把木耳褶皱里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 这样洗的木耳特别地干净, 吹着比较放心。 我们多换几遍清水, 把木耳洗至水变清, 没有杂质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把苦瓜和木耳抄下水。 这座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抄好后沥干水分, 放入破笔机, 再把其他食材倒入破笔机里面, 加入清水, 不要太多了。 稳稳打成这样就可以了。 倒入杯中就可以直接喝了。 这样打过之后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而且更容易消化。 倒入杯中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别的食材不要放了, 这样喝起来特别地好喝, 比较鲜的。 用几种食材搭配到一起, 既可以养生又有营养, 对酱血糖有很好的帮助。 最后提醒大家, 这个食疗方法只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